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我们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 预计是正月初六前后 正月里面都是年 所以对于拜年还没有拜到的观众朋友 给大家拜个晚年 祝朋友们晚年幸福 早年晚年都幸福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 宇宙是个庞大的生命体 日本有一部很流行的动漫 叫《近击的巨人》 连载了好几部 讲的是人类如何和恐怖的 食人族巨人战争的故事 在他的第三部地名片里面 有一个角色叫尤米尔 是巨人的始祖 故事是编的 但角色是有原型的 在北欧神话当中 的确有这么一个巨人 他是宇宙当中的第一位巨人 名字就叫做尤米尔 尤米尔和他的兄弟奥丁 都是在水滴当中诞生的 水是生命之源 尤米尔虽然是神族巨人 但是他并没有创造世界的神力 他是有一把子力气 但是就比不上奥丁了 奥丁就有神力 非常不幸尤米尔被他弟弟奥丁给杀死了 于是奥丁就用尤米尔的身体 创造出了整个宇宙 尤米尔的身体变成了大地 血液成了海洋 大脑被改造成了云彩 总之也就是我们现在世界当中的一切 都是这位尤米尔的身体演化出来的 我们人类其实就是生活在他巨大的身躯里 大家现在看到这种神话故事的时候 估计都是哈哈一乐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于宇宙起源 一种非常幼稚的解释 但是你还先别忙着笑 最近科学发现尤米尔真的有可能是存在的 2021年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上面刊登的一篇文章引起了轰动 你千万别小看 它只是一本科普杂志 因为很多权威的科学家都曾经是这本杂志的撰稿人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 我们的宇宙是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吗 你一听这个标题就很带劲 就能让很多人掐起来 文章的大意是说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 是被高级智慧生命创造出来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不是普通人 他叫阿维·勒布 是哈佛大学天文系有史以来任职最长的系主任 他别的头衔还有很多 什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等等 总之呢 他可以说是在宇宙科学这个领域 当今中流砥柱的这么一号人物 那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呢 难道是这个外星人小说看多了也中毒了吗 也不是 他其实是想回答一个宇宙学上的终极天问 那就是我们这个宇宙是怎么产生的 谁给了他第一推动力 这个每个人从仰望星空开始都会提出的问题 却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 这个问题神创论的答案当然很简单 就是神造一切 神就是第一推动力 但是要以科学的语言去解答却极难 上个世纪诞生了一系列宇宙的起源理论 比如大爆炸理论 弦的波动产生多维宇宙理论等等 宇宙大爆炸其实不是指真的爆炸 而是一个快速膨胀的过程 是从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点上膨胀 这个点叫起点 我们看到的宇宙就是从这个起点上 膨胀出来的 不过这种膨胀的方式和爆炸很类似 所以通俗就把它叫做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大爆炸是解释宇宙创生的一个最有名 也是最流行的理论 当然它槽点也最多 因为我们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是个人都能从经验出发 对这个理论评论两句 宇宙大爆炸怎么炸 我们确实没人见过 但是形形色色的爆炸 我们都见过呀 有这样Big Bang 有这样Big Bang 还有这么Bad 总之我们所知道的Big Bang 大爆炸都是破坏性的无序的力量 请问你见过爆炸炸出一尊大魏雕像的吗 你见过爆炸能炸出一个复杂钟表结构的吗 可是宇宙大爆炸这个Big Bang 它就是独一份的高度精巧有序的爆炸 它一炸就炸出了一个完美的秩序 炸出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宇宙 它是超出我们理解的爆炸 是一朵无比奇葩的爆炸 我们这个宇宙的秩序是如此的精巧细致 一丁点差错都不能有 就拿我们地球来说 离太阳近一点生命就无法产生 因为太热 远一点我们也无法生存 因为整个地球就会被冻成一个冰球 在地球的历史当中又得有刚好合适的条件 合成生命所需要的氨基酸 而且还不能有任何一次宇宙灾难 打断了生命演化的进程 才有今天的您坐在屏幕前面看这支影片 思考这个问题 宇宙的这种完美和有序 让所有的科学家都挠头 就如同炼钢炉里发生了某种爆炸似的反应 炸出了上百个精致的零件 这些零件刚好又拼装在一起 组成了一块手表 这支手表又端端正正的飞过来 刚好套在了你的手腕上 你定睛一看 时针又指向当前正确的时间 那请问你觉得要怎么样的爆炸 才能炸出这种完美和有序呢 所以宇宙的创生 其实它是一套无比复杂 无比庞大又无比细致的工作 这套工作呢是在人类完全不可思议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内完成的 看起来像是一个快速膨胀的方式 所以除了说它是大爆炸也找不到别的话说了 而且还不好说 它是在很短时间一瞬间完成的 因为一瞬间这个时间概念 点与线这种空间概念 它也是在宇宙创生过程中才造就的 所以没有任何人类的概念与之相匹配 也就只好说它是爆炸了 与其说是大爆炸 我觉得倒不如用禅宗的一句话更合适一些 叫做言语道断心形触灭 但这就太玄乎了 不是科学的语言 虽然大爆炸假设被科学界主流所认可 但是药田的坑实在太多 因此也就有别的理论的立足之处 向阿维勒布所支持的高级智慧生命 创造宇宙论 其实它非常像是用科学的语言 在表达神创论 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阿维勒布 把宇宙的生命层次分成了ABCD四个等级 A类生命是最高等级的 可以创造别的生命 B类生命可以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 比如跑到火星上去 把火星改造成地球 是B类生命的本事 而C类生命就是像我们人类这种生命了 具备有限改造环境的能力 但是自然力对我们来说 仍然是另外一个量级的存在 是我们无法超越的系统性力量 比如地球臭氧层开个窟窿 宇宙射线近来多那么一丢丢 黄石火山来个大喷发 或者大气成分改变那么一丁点 我们人类就嗝皮全灭了 自然妈妈要想重启系统 只需要动动小手指头按下回车键就可以了 而且它有一万种重启的办法 你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防得了这个防不了剩下的9999种办法 人类是完全没有办法超出这个庞大的自然系统力的 C类生命在宇宙当中算是很得瑟 但其实是很低能的 但它也不是自然产生的 阿维勒布认为它是A类生命创造出来的 那最后一集D类呢 那就是不干好事专干坏事的生命种类 其智慧低劣到在追求自我毁灭 阿维勒布觉得人类如果继续这么飙下去 得瑟下去破坏环境 那很可能就会堕落成D类生命 是堕落不是进化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不到A类B类智慧生命呢 甚至连D类也看不到呢 因为大家不在一个维度上 那大家看这个理论和咱们今天开头提到的 尤米尔创世故事是不是只有一步之遥了呢 所以有不少人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那这个尤米尔在哪里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段视频 大家看这个画像当中的女子 镜头从她的眼睛进去之后 我们能看到血管 血液 细胞和细胞核 再深入下去就出现了宇宙 星系团 银河系 太阳系 最后又返回到地球 如果你只把这段视频 看成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创作 那么接下来这两张图片 估计就会让你觉得更加吃惊了 左边这一张是人脑当中的神经元网络图 右边这张是宇宙网络图 这组图片是从天文物理学家弗朗格瓦扎 和脑神经外科医生阿尔贝托·费莱蒂 他们俩联合发表的文章里面 扒下来的 这两位我们就称之为老瓦和老废 老瓦和老废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们俩把人脑的神经元网络和宇宙网络 做了个比较 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两个网络极其类似 把人脑神经网络和宇宙网 相提并论 做相似性的对比 这个脑洞开得有点大 有点思绪飞扬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人脑和宇宙虽然是在空间尺度上量级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 但是他们在结构上很类似 首先很奇妙的是 人类脑细胞的数量和我们能观测到宇宙范围当中的星系数量大致相同 根据最近的医学估计 我们的大脑和小脑里 神经元加非神经元细胞总共有1000到2000亿个 可观测到的宇宙 星系总数大体也是在这个数量级 换言之 可观测到的宇宙 它是一个半径460多亿光年的球体 那它真的就很像是个脑壳 星团或者星系就相当于脑壳里的脑细胞 当然这个数量的相当并不说明啥 它只是一个很肤浅的相似 我们所看到的星球和星球之间 星系和星系之间似乎是空空荡荡 没有什么连接 它并没有形成一个信息交互的有机整体 可真的是这样吗 咱们往下看 人脑神经元细胞之间的连接 被称之为轴突和束突 就像网络的节点一样 当我们把镜头拉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多达100万亿个节点 连接着数百亿个神经元 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神经网 宇宙当中的星系和星团 也不是看起来这样漫无目的地散布在宇宙当中的 它们之间也是有网状联系的 老费和老瓦认为 在星系之间的空间 有延伸数百万上千万光年这么长的 有普通物质和暗物质构成的细丝 这些丝状的东西把星系相互连接在一起 那么这个丝一样的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 老费和老瓦猜测 是星系之间的引力拉扯和时空膨胀作用造成的 引力会把星系边缘上接近于真空区域的物质 加速到每秒几千公里 星系之间你拉我扯就造成了这种丝线状的连接 所以宇宙和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一样 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星系团网络 简称为宇宙网络 老费和老瓦还发现神经网络和宇宙网 不仅在结构上相似 它们生长的机制都很相似 宇宙和人脑两个系统 都会在生长的过程中慢慢结成网络 而且都会进行点对点的调节 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呢 就是人脑网络和宇宙网络 都是动态平衡的网络 哪不平衡了 它知道点对点的 把平衡找回来 让信息交互不出故障 人脑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存储记忆 让老瓦和老费很惊讶的是 宇宙网络也有类似的功能 从计算机模拟的宇宙网数据显示 宇宙网存储记忆的容量和人脑也差不多 人脑当中有记忆功能区域 宇宙网也可能会把记忆信息 存在某些固定的天体里 因此老瓦和老费得出结论 宇宙网也许和人脑一样是被创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 我们也许就生活在某个巨大的尤米尔的身体里面 说到这儿问题就又来咯 估计已经有朋友心里犯嘀咕了 这个理论 它会不会就是人类喜欢寻找事物之间相似性 这种天性它异想出来的呢 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这种经验 看着墙漆的裂痕就构想出各种图案 这个像匹马 那个像一只鹅 说宇宙网络像人大脑 那会不会是这个游戏的升级版呢 别急 我们的作者老瓦和老费 其实已经想到这个质疑了 通过数据分析显示 人脑和宇宙这两个系统 确实是有可以量化分析的相似性 凡事一定量了 它就严肃了 分析人员用功率频谱分析的结果是 人脑和可观测的宇宙 这两个系统波动分布的频率非常相近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说 两个人一老一少看起来非常像父子 但是呢 你这只是感觉 专业人士一出马就不一样了 做人脸充合度的对比分析 五官大小形状 五官分布的位置 五官间的距离等等 确实数据上很接近 那说明他们俩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可能性高于80% 一有数据说话就实锤了 就是这个意思 而老费和老瓦就做了这样的定量数据分析 其实不光是北欧神话有巨人尤米尔 中国的盘古 古希腊的盖亚 古埃及神话当中的盖布 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尤米尔 虽然神话内容千差万别 但是在一个观点上 却是一致的 那就是宇宙是有生命有意识的 如果说宇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 那反过来一个问题就值得思考了 是不是我们人体在另外一个维度上看 也是一个宇宙呢 是一个小宇宙呢 中国道家的修仙理论和中医的五行气脉理论 都建立在一个认知之上 就是人体用四个字总结 叫做法天向地 人体和宇宙是同一构造 它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宇宙 北宋成团的纸旋篇里面就说 头既是天肚子就是地 保持精神集中别迷糊也别放纵 调云呼吸别急也别慢 那么你的呼吸开合 你所有的感受和体察 和天地的运行就是一样的了 中医经典著作《医源》开篇就说 人之有病由天地阴阳之不得其疑 故欲之人必先知天地 意思就是说 人生病就和天地之间阴阳失序是一样的 所以要了解人体懂得医学的原理 就得先理解天地运行的规律 所以脑神经元网络和宇宙的高度相似性 在科学界看来 这是一个跨越了生物学脑神经学和宇宙物理学的一次大胆尝试 可是到家一看就该笑了 你这不就是兜圈子吗 转那一大圈又回到我这儿来了 还不如我讲的明白 讲的直接呢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光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表示秒懂了 原来燃烧霸小宇宙真不是瞎编子呀 天马流星拳没准也是真的 天马流星拳没准备 抱きしめた心のコスモ 熱く燃やせ奇跡を起こせ 誓い合った遥かな銀河